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Keefe Yupp 我是Neutral San Diego Heart的创办人 Neutral San Diego Heart 它是一个针对于保健仪器、保健食品的回馈 与创业的一个平台 我本身从2002年就开始 失足于保健行业 从2006年开始自己创业 曾经有人问过我 Keefe,你怎么能够在这个行业维持了那么久 而且不断地在创新 可能大家很多都听过的就是坚持 可是单纯的坚持是不足够的 怎么说呢?在于坚持的同时 它必须要具大两大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人生目标 人生目标大家听到很多 可是怎么去设定 那个是非常关键的 当我们设定一个人生目标 太过于局限于自己的时候 那往往很多时候 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 很容易受到周遭的一些情绪 一些挫折而影响 往往受到这些挫折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思维就会改变 我们目标自然会缩小 打个比方说 我不一定要住洋房 有个房子就好了 那我不一定要驾跑车 最重要能够跑动就好了 对吧? 这个就是因为当我们的人生目标 局限于自己的时候 往往我们很难坚持下去 所以呢 当我们设定人生目标 必须要放大 那有更大的人生目标 那个坚持才能够维持下去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方向 当我们设定好人生目标 接下来我们就要规划发展的方向 那这发展的方向非常的重要 打个比方说 现在是5G的时代 你的模式 你的营销方式 你在 有在创新吗? 还是在维持以前传统的方式呢? 那如果这个方向搞错了 你坚持下去 那可能是盲目的坚持 只会越来越辛苦 那如果我们要成功 必须要有这三大条件 坚持 人生目标 还有就是方向 缺义不可 都是环环相扣的 我觉得创业在于选择方向 比跑得快更重要 我是Kiv Yau NUTROSNAMPHA的创办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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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